乏力没劲 心慌气短 原因在哪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你是不是也经常会感觉到 头晕脑胀 记忆力减退 胸闷气短 心慌还特别爱叹气 烦躁易怒 无精打采 动一下都嫌累 有的人啊 眼睛干涩 视力下降 遇到事情就很紧张 哎 出汗 有点动静 心脏就突突突的直跳 整天胡思乱想 失眠还容易醒 脸色蜡黄 还脱发 身体呢 各种不舒服 经常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大病 去医院做各种各样的检查 得慈 抽身 心电 花了不少钱 什么也没检查出来 恭喜你啊 这是好事 生活中呢 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 大多数的原因就是气血不足 干气瘀节所引起来的 由于干气的瘀节堵塞在这 让这个气机不能够韵化到五脏六腑去 虽然这些问题很多 但治起来呢 其实并不难 抓住了主要原因 该补就补 该梳理就梳理